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硅谷传说 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 Cupertino的前市长 现任的市议员张昭富先生 Barry你好 Sandy你好 是的 Barry呢在我们Cupertino的社区服务了很多年 那么他是去年的市长和现任的市议员 那么Barry您这次竞选的职位是什么呢 加州税务员 那加州税务员主要做什么呢 就管税的 管公司的税 Railroad tax 给到税 还有木材的税 Timber tax 还有mineral tax 就是矿物税 这些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因为全美国只有加州有这个税务员的职位 其他桌都没有 那您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来竞选这个职位的呢 因为我认为税的话应该是公平的 就对大家公平 那美国现在情况有点就是说 特别是去年联邦大减税以后 对公司都特别的优惠 OK 所以就像在我们Cupertino市里面的苹果公司 对联邦政府一毛税都没付 Google在Montemail也是一毛税都没付 一点都不付税吗 一点都不付税 对 那我认为这样是很不公平 那因为公司不付税的话 那就个人就要多付税 所以税务大部分都轻重在加在个人身上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 所以我如果选上的话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公司的税务税力要调一下 然后让个人减轻税力 然后让公司多付点 他们的fair share 他们应该付的税 那么据我所知 现在竞选加州税务官的人 有好几位候选人 您觉得您的优势在哪里呢 我的优势就是 我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让苹果公司增加税力 OK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就在苹果公演要申请的之前 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私底下跟他们negotiate了13次 至少13次 然后让他们增加了 他们很高兴的愿意增加税力 增加30%的税力 OK 所以原来是付我们的那个税 就是sales tax 给我们city的 是超1300万增加到1800万 那就是30%的增加 他们也很高兴 公开的讲都是win-win situation 这个是我的最大优势 因为全世界上大概到目前为止 只有我一个人有办法让苹果公司加税 是的 因为我记得当年苹果公司进入到Cupertino的时候 也是您在中间做了很多工作室吗 他当初的时候 因为他苹果有一阵子快要倒闭了 OK 然后所以就来找Cupertino帮忙 市政府就说好 我们可以帮你减税 税力从原来的sales tax 一块钱的税率只拿50仙 另外50仙还给苹果公司帮他们忙 现在苹果这么赚钱 他也不在乎真的讲也不在乎这几个minutes OK 我认为他应该全部回来还给我们 是这样子 因为就是说不管是个人也好 公司也好 有句话讲 中国有句话讲叫取之于社会 返还于社会 对对 就是说在您困难的时候 大家都在帮助你们提供给优惠的政策 或者城市 City 那么在你真正达到盈利 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因为会应该拿出一部分来返还我们社会 返还民众 对 一般的话在美国的话 政治人物一般都不敢去说要加税 因为一般加税的话 很可能就会大部分的 引起众怒了 对对对 但是这是该做的事情 而且是公平的事情 所以总要人出来做事 那我说过政治人物 你只要要做事都会得罪人 OK 但是你要敢做敢当 不要怕得罪人 就像两年前我也提出来 要增加人头税 苹果公司的人头税 来帮忙解决这个整个 这个整个市里面的那个交通问题 整个七亿的交通问题 因为现在整个 Traffic Conjection 交通堵塞得太厉害了 可以这样严重 那公司也是造成这个堵塞的原因之一 就像Kupertino 我们是有六万人口 对不对 在上班的时候 在Kupertino市里面有十八万人口 对人口密度 就是因为大家都到Kupertino来上班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公司也应该有责任 帮忙解决这个交通堵塞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提出来 就是说苹果公司 在苹果上班的每个员工应该 苹果公司应该付一千块的 每年付一千块的人头税 来帮忙解决交通问题 那我对税的看法就是应该公平 那我不怕得罪人 所以这是我的优势 那您觉得就是说 这会影响您跟苹果之间的关系吗 当然会啊 就这么多年来 所以我每次 很多人就说 能不能帮忙安排到苹果去参观 我说可以啦 但是找我去 他大概不会准啦 OK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没有安排成功过一次 因为他们或多或少 对我还是不高兴嘛 OK 是 但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你要做事 要做对的事情 总是会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对 正式的事情没办法 会有争议 那每个人都很高兴嘛 那既然他不高兴 那也没办法啦 对不对 但是我认为这是对的事情 对 您是一个非常执着 想到就要去做的事 想到就要去做的人 太直了 OK 就是不转弯某角 所以说 自来自往 所以这有好处 也有坏处啦 对 我觉得这么做是一个 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就只有像您这样 非常有勇气的人 才敢这么去做 不能这么说啦 对 我认为是该做的事情 那您觉得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 就是说 如果你当选的话 你的第一件事情是说 就给这些大的 这些盈利的公司 增加税收 对吗 对对 考虑他们把他们的税利 提要调高 然后减低人民的 那个在 individual tax personal tax 减低这方面的税利 这样 对 就是说 这也是我马上要问的 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觉得您的这个策略 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关系吗 那当然有啊 就是如果说 公司愿意付税 刚刚我讲的 那这样的话 个人的税就税率就会减少 那如果苹果公司同意 付人头税 对 就是employer tax 他们的那个员工税 因为他把员工带进来 造成这个交通赌赛 对不对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愿意的话 那这个都可以 有一笔经费来解决 这交通赌赛的问题 对 那对 那交通赌赛解决的话 大家就不会每天都在塞车 塞得一塌糊涂 是的 那您觉得目前 就是说除了您刚才考虑到的这些问题 目前加州在税务方面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挑战就是 就是大公司 他们有钱 都请了最好的律师 来跟你作选这些 那这个我觉得不公平 然后再加上整个选举制度的话 就是都靠大公司在捐权 OK 对 所以说很多政治人物就不敢去挑战大公司 那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大公司也是 如果是他们也是 照联邦最高法院说 他们有权利可以 Acting like a person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他们也应该 Acting like a person to take on their fair share 就是他们公平的部分 他们也应该付嘛 对 那就要靠政治人物 来跟他们讲 提出proposal 提出政策来 那如果我选上 我就可以做这方面了 是的 其实Barry的想法是非常美好的 那么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的话 那对我们每一个选民的自身利益 是有好处的 对 谢谢 非常感谢Barry 今天到丁丁电视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想法 也希望跟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 都可以来支持张招甫 Barry Chan先生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Barry 谢谢Sandy 谢谢丁丁电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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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